战神5免费的DLC英灵电 现在已经可以免费从网上下载了 不管你玩的是数字版还是光盘版 PS5版还是PS4版 都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只要你有战神5的本体 这个和会员无关 首先我们先来到战神5的主页 如果你有这款游戏 点这三个点 查看产品 这个页就是战神5的游戏的主页 下面有介绍 这有一个版本对比 再往下 这就是英灵电 PS5版免费 一共是7.33G 2023年12月13号 点下载 朱神黄昏之后 奎托斯看到了一条 未曾设想过的道路 指引他去到了英灵电 趁着现在下载 我说一下什么叫做DLC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DLC的全称叫 Download Able Content 可以下载的内容 怎么解释呢 我们以双方飞机4重置版为例 这款游戏的本体主线任务 是以李昂一步一步一关一关的往后走 在剧情的推动过程中 会不定期的会有一个角色叫AIDA 会帮助李昂去过某一些关卡 因为AIDA他也在整个故事线里面 但是不知道他都做了什么 生化4后来出了一个AIDA的一个DLC 是需要付费购买的 好像是八九十块钱 买了这个DLC之后 你就可以以AIDA的角色 用它来过主线任务 看不见的关卡 这就是一个DLC 也是在主线里边玩 但是是一个分支 是一个可扩展的内容 简单可以这么理解 给各位看一下我这的下载速度 一秒钟三十兆 港幅的游戏下载速度 还是挺稳挺快的 OK了 说了惭愧 战胜五买了一年了 还没通关 在主界面上有一个英零链 在完成猪神黄红之后再体验 否则会有巨头 巨头就巨头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椅子细节可以 我们下载速度